現在我們再看一個這個概念 老師有沒有發現我們現在網路上很多服務都要註冊 而且他不會那麼好 註冊隨便打一個就好 常常還會要你 填了信箱請你去那邊收一封認證信 填了之後確認你有在用 你才可以用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不是真心的 你有些服務你只是來這裡玩一玩的 比如說像剛剛OneNote 你就只是不得已來一玩的有沒有 他還不錯他有提供訪客對不對 但是如果沒有的 你要這個服務 那你老是拿自己的信箱開玩笑 那我也只能跟你講收到垃圾信也是應該的 對不對 因為家裡面你們家的信箱應該就收過很多廣告信了 對吧 那所以信箱可不可以拋棄當然可以 那你可以找看看 你用Google找對關鍵字 就OK啦 找對關鍵字呢 你們可以看到 這裡有很多 我是平常比較常用十分鐘的啦 當然有些信箱服務 你可以自訂說我要幾分鐘 應該說幾天 或者是幾個小時還是多久的時間 時間到就怎樣 自動銷毀 就找不到人了 那比如說你看這個十分鐘的 十分鐘的 那它只是一個介紹網站我就從這邊點進去 那麼你進去這個頁面之後呢 它就會自動幫你產生一個信箱 有沒有 產生一個信箱 那麼你就可以直接用這個信箱 十分鐘就用敲毀 那你只要不離開這個頁面 你收到的訊息 就會在這裡出現 你就在上面直接做回覆就好 你就在這邊做回覆 所以應該大部分十分鐘應該就夠了吧 好大部分十分鐘應該應該是足夠 萬一十分鐘還不夠怎麼辦 請看這裡 神啊都給我十分鐘嘛 因為有些服務比較慢嘛 對不對齁 你就可以試看看 那你了解齁 所以其實盡可能啦 如果你真的不是要很認真 要用那個服務的 你就試看看這種所謂的拋棄事情這樣 您可以去找找看 真的 網路上這個服務很多 這個服務蠻多的 如果有需要的 不要客氣 給它用看看 好OK